林晚榮看到蕭青船 這麼溫柔 這麼大到 哎呀 還哪裏頂得順啊 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青船簡直就是他的黑星泥啊 林晚榮拾一聲揭開一張皮 一坐在身上 青船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坦白 昨晚 發生了件匪夷所思的事 我 我不見一些很緊要的東西啊 是嗎 林朗呀 那出了什麼事 你又不見了些什麼呢 哎呀 說起來 你可能真的會不相信的 其實這件事 連我自己都幾乎不敢相信 昨晚 我和高仙一個女官員 大家談判 談完之後 她就請我喝了一些酒 哎呀 結果迷迷糊的 我覺得一個女子 強行來脫我的衣服啊 我當時就拼命地反抗 拼命地跟她施打 來捍衛我自己的精操啊 哎呀 只不過我當時又嘴 那些酒又有點弱性啊 所以呢 哎呀 正所謂雙拳的難滴肉火 我好汗 還怕美人啊 哎呀 雖然我企力想保衛自己 但是 但是最終 都是不見了些很珍貴的種子啊 蛤 巧巧真的越聽越不明白了 大哥啊 你不見了些什麼種子啊 是不是很緊要的呢 樂盈青船怎麼會不明白啊 大臉都紅了 披了一聲 樂盈就立刻在巧巧的耳朵邊 小小聲說了幾句 哎呀 原來這樣的 大哥你好衰的 蕭青船勉強地笑一笑 跟著 先把手給他們用力地捏一下 你啊 就是喜歡做了離奇古怪的事 和人談判都會種迷招的 好彩啊 這次這個是徐常進而已 如果換了其他人 這樣就得了 是咯 如果換了其他人 簡直不 嗯 你 你怎麼會知道是徐常進的 林萬榮忽然之間才謊言大悟 哎呀 他滿面的 驚慌之極的神色 自己還以為自己的事是神不知鬼不覺 只要今天偷偷地撩到回來 關了門的萬事大吉 某些人問自己 都可以日美抵賴了 啊 為什麼 為什麼原來青船早就已經知道的 洛瑩忽然說 還好說 昨天他們一回頭 就親眼見你 進了徐常進的酒樓 嘩 那個地方 又是紅燈籠 又是紅蠟燭 這樣 鬼都知道他想做什麼啦 按照我話呢 我們一於直衝進去 等這個高仙女人知道是未到 是姐姐啊 拼命按住我們而已 她說 你既然約得徐常進聊天 當然有緊要的事 我們如果愛你的 就不能夠管住你 等你回來之後 再跟你聊聊天 她回來 就在這裡等了你整晚 我們兩個都叫姐姐去休息一下 她怎麼都不肯 說一定要等到你回來 唉 那林萬榮還有什麼不感動的呢 拉緊青船的小手 傻妹呀 傻妹 你怎麼能夠這麼蠢的呢 唉 我昨晚中了暗算 哪裡能回來呢 你個肚子 有我們的小寶貝 還有我們的寶寶仔的嘛 你怎麼可以做熬夜呢 來來來來 你快點躺下 快點躺下 蕭青船眼圈一紅 我有練過武功的嘛 一晚不睡算得什麼呢 不過 夫郎 你會不會怪我暗中跟蹤你 敢來監督你呢 唉 怎麼會呢 人家都說了 怕老婆會發達的嘛 有個這樣的老婆 我都不知道多歡喜呀 哼 我真的這麼兇嗎 其實 我在聖坊裡練的功夫 有一大本 都是希望能夠練到清心寡欲 與世無憎 本來 我以為自己一輩子都會是這樣的了 誰知遇到你這個冤家 搞到我這麼多年清修的功夫都沒有了 跟你做了夫妻之後呀 我有時呢 又擔心你吃不飽 有時又掛著你會不會穿不暖 更加擔心你 如果招惹得人家的小姐 惹下的風流涅齋 哎呀 那就不知道怎麼辦 遇到你之後 我就越來不像原來的我了 哎呀 這就叫做俠醋了 正是愛到極點的表現 正所謂打是親 罵是愛 哎呀 清旋呀 你是仙女師範啊 哎呀 我何得何能 居然可以得到仙女垂青呢 什麼仙女垂青呢 你把嘴整天都拿個油那麼滑的了 其實 七出之條裡面 其中一條就是不能夠煽到 我如果做了個妒忌的罕婦 你還不見到我就混路走嗎 哎呀 哪會呢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波折 拆了個什麼爛鬼作坊 才可以一家團聚 這些好日子呀 來得這麼辛苦 我們怎麼會不好好珍惜呢 想起林晚榮為自己 炮打玉德先鋒 不惜跟天下的讀書人作對 蕭青旋的心都覺得很溫暖 夫郎 我畢竟是個凡奸女子 恰措是我的本性來的 但是 大體我還是認識的 你的性格呢 看起來好像很風流不羈一樣 實際上 是個知情知性之人 這樣對我們女子呢 就真的有最大誘惑的了 你看看 凡是你接觸的那些小姐 哪個不是對你有點掛心的 青旋你也知道 我一向以來都是被動捱打 等著人進攻的 要怪 都是怪我實在太大魅力了 知臭 你雖然不是主動 但你這樣的性格 簡直是我們女子的黑星 哪個遇見你 不會被你動心的 我自己也心有體會 不過 林郎呀 所謂治國義齊家難 你在外邊這麼辛苦 我家裡就靠我們一幫姊妹 做好你的後盾 如果大家齊心的 我們林家當然會晶晶日上 一日千里 但是說話說回回頭 如果 有些心地不好的女子進來 搞到家吵屋斃 爭風俠醋的話 那 你說這樣又多不好呢 只是俠俠醋 罵些誤會出來的事少 但是如果呢 萬一搞些什麼大事 搭不上你的正經事 那你認真罪過了 我愛你 就要愛我夫君喜歡的一切 你喜歡的女子 清旋就將她當成自己的姊妹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要你一定答應的 唉 答應答應 清旋 有什麼你儘管說吧 喏 以後你凡是喜歡的女子 首先要告訴我們 我們要親自地考察一番 如果她是品行端正 財貌相傳的 不用你說 我都會幫你儲了她回來 但是如果是品行不端 遼是鬥非的 就算你罵 我怎麼都不能讓她入門的了 絕對不能夠 給她壞了我林家家風 唉呀 清旋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神色端正 再加上她雍容高貴的氣質 甜淡平和的性格 唉 有哪個女子 如果跟蕭清旋都相處不到 那這個女子 又怎麼值得自己結交呢 林曼榮想到這些人馬上點了點頭 我認識的女子 有哪個不是品行端正財貌相傳的 唉 你猜我林某人 真是甚麼都對的嗎 我最善於 就是欺其租魄的 翠奇精華的了嘛 唉 你怎麼不用清旋說 我都會照辦的 唉 那當然了 那當然了 清旋 你要信老公的眼光才行的嘛 你只要看巧巧和盈兒 誰不是一等一的好女子 樂盈空的聲話 那高仙的小公女又怎樣 用迷藥來侮辱我上公 她都算是好女子嗎 我看她簡直是個女淫賊 雖然 她送給那些眼影呀 折毛膏呀 都算挺好的 唉呀 唉呀 你個這樣的小瑛瑛 真是哪樣不像哪邊踩哪樣的嘛 迷奸這件事 是林晚榮痛腳來的嘛 你如果是喜歡你上公的 又怎能揍著她不放呢 見到林晚榮對著樂盈衣衙鬆降 蕭青旋領領頭小少說 盈兒呀 你真是敢衝她呀 等第二天 你要上門去為其他小姐求親 那時候 你就真是哭得來不及了 嗯嗯 那這件事是認真很有可能的 其他不再說了 首先 蕭家大小姐二小姐的問題就迫在未知 還有古靈精怪的秦仙兒呢 唉 都不知道 清旋知道 仙兒和她是同父義母的姊妹之後 會有什麼反應 不過 說話又說回頭 清旋定這條規矩 根本就不叫規矩了 比林晚榮想像之中 起碼要寬鬆一千倍一萬倍 唉 清旋 如果我真是 又娶多個小姐 你會不會覺得很難過呢 會呀 唉 不過 就算會 都是有少少的 你這個冤家 其他事還好說呢 唯獨這個高鮮的小工女 這麼有心計 哼 我看呀 要讓她入門 恐怕 就不是這麼好處置了 洛瑩即時說 她居然敢對我上工 使出這麼下流手段 只是這一條 都不需要讓她進我們門口 唉呀 什麼徐常津居然犯了重憎 林晚榮哪敢開口啊 我擔心的 我擔心的不是她入不入門 只不過 昨晚她居然敢做 究竟有什麼用意呢 林朗 你和這個小工女有這麼深交情 以你看 她昨晚為什麼要這麼做 其實有什麼意思呢 唉 說起上來 自己和這個徐常津有多深交情啊 就是昨晚交往的深一點 唉 老婆 我也是受害人了 唉 我怎麼明白 那些強姦犯的心思呢 我想她 一定是見到你老公我這麼清純 這麼善良 這麼英俊 所以呢 才見識喜意 如果她只是見識喜意就算了 但是如果她早有逃亡 想得到我們林家的香火去繁衍生息 這樣就麻煩了 如果我們林家的血脈 流落到異國他鄉 唉 甚至遭人虐待的話 啊 不是吧 後果會這麼嚴重 你又不用這麼擔心 這些只是我推測而已 或者 她真的對你有真情 所以臨走之前 求回一席之歡 這樣都說不定呢 啊 希望是這樣啊 大家聊了一會兒 已經天亮 本來林晚榮就好赤 蕭青泉整晚都沒睡 想逼她躺下 樂盈搖搖頭說 大哥啊 恐怕時間來不及了 宮裡的堂桥 很快就要來了 啊 宮裡堂桥 來做什麼啊 林朗啊 父王昨天下了召書 要我回到皇宮和她相聚 然後再一起 把媽媽的圍骨 裝入皇陵 我身為女兒 又怎能夠不盡孝道呢 林晚榮這樣才想起 是呀 這個皇帝昨天落召書 作為兒女的 為父母盡孝 是理所當然 好了好了 那我陪你一起入宮 啊 剛好 昨天我和徐常津 商量好的那份 國書條文 也都要呈獻給皇上啊 有自己夫郎相陪 蕭青泉當然覺得很安慰啊 林晚榮拿出 昨晚 他和徐常津商量定的那些條文 和幾個夫人仔細欣賞了一番 蕭青泉一看 唉 就不禁一陣感慨 父王他登基了二十幾年 因為有種種祭爪 一直都未能夠大展弘土 本來 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想不到到了晚年 林朗你居然可以送出一份 這麼大的禮給他 我大華開國了幾百年 父王現在就做了第一個 可以開疆癖土的皇帝 父郎 清泉代父王多謝你了 等到皇宮的儀仗隊 浩浩蕩蕩地 將林晚榮兩夫妻 以及巧巧和樂盈 都一起接入了皇宮之後 一見到他場面 哇 林晚榮嚇了一跳 只見在大殿之中 百官臨立 皇帝自己 居然也親自出營 來接公主回宮 等到老皇帝 牽著青泉一手 大家一起參見出雲公主 禮儀行員之後 老皇帝又親自拖著蕭青泉一手 見過一位一位眾臣 眾臣心裏面 多少這個時候都知道一些小道消息 大家知道 皇帝母仔唯一是這三位公主 而其中 由皇后親生 這麼高貴雍容的出雲公主 無疑 追受皇帝的喜愛 大家 一見到出雲公主來到 都即時向他請安問好 希望在他面前留一個好印象 見到沒有人理自己 林晚榮樂得無聊 徐衛見到他 馬上走過來說 哈哈哈哈 恭喜小兄弟 何喜小兄弟呀 徐先生 別開玩笑 我現在還有什麼喜可可 哈哈哈哈 原來小兄弟一直找個清泉夫人 就是我們大華的出雲公主 嘻嘻 不用多少日 老夫就要改口叫你做父馬爺咯 那還不值得恭喜 林晚榮笑一笑 小兄弟呀 有一件事你知道了 不要生氣 有什麼事 可以細看多虎呢 皇上放了陸東站和阿屎勒 什麼 你說放了誰 特勞國師陸東站 和那個士臣阿屎勒 皇上昨天下 超告天下 說了他們的追行 同時將他們遣返 現在兩個人 已經漏夜趕回特勞了 林晚榮一聽 哎呀 生氣得楚力一拍大腿 認真糊塗啊 這兩人 幾艱難才讓我捉到 怎麼說放就放呢 其他人都不再說 最緊要那個國師陸東站 這個是個很難對付人物 我上次都幾乎中了他的計 哎呀 哇 他越說越大聲 隨衛嚇到一刻拉著他 小兄弟小意醒一點 你自己是皇上駙馬 就不怕殺口而已 老夫還想多留幾年命的 唉 老皇帝為什麼要放他們呢 難道不知道這樣會中虎歸山嗎 陸東站身為突勞國師 他想的辦法 就可以使我們大華幾萬兄弟 雲歸他鄉的了 這樣的人 怎麼能夠說放就放啊 這些事皇上當然知道 但是正所謂兩國交兵 就不斬樂士 不要說陸東站有多厲害了 只是抓了突勞師團 這個就很容易遭入話柄的了 就算他們偷個大袍回去 我們大華可以抓他們 但是其他人怎麼想呢 正所謂人言可惟啊 唉 徐先生 人言可惟 外交艱難 外交的事 最簡單不過 講什麼的 講實力 實力可以決定一切 但是 為什麼人家 怎麼看我們大華 你們覺得這麼緊要呢 難道其他國家的看法 比我們大華的安危 比我們大華白姓的安危更加緊要 這次我們大華使得高仙歸入版圖 那高仙又有什麼外交可言啊 講到這事 林曼榮面子都已經黑了 徐衛又見慣大場面 一見到這樣的情形 他都嚇一跳 難道 因為國勢强弱 就連外交禮儀都不理 那個阿屎勒在我們大華金殿之上 公然亂吵亂鬧 那時候 我們又跟他說了什麼外交禮儀啊 他把我們大華的火炮拆過來 偷偷地運回去 他又跟你說了什麼外交禮儀呢 為什麼輪到他們大華 你就要對他說禮儀 難道為了所謂的禮儀 我們大華 就要平白付出更多年輕的生命 拆散更多美好的家庭嗎 講到這一句 林曼榮簡直痛心疾首 心情激痛之下 他即時就把全身力氣 一腳踢在旁邊那堂橋道 嘩一聲響 個童曉暗得幾暗 都嘩一聲 整堂散曬 好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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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步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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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